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81年2月17号 吉林省沿边朝鲜族自治州河龙县浮动镇出了一件大事 过去是河龙县 但是现在已经是河龙市了 93年7月份撤县建市的 住在河龙的一大半都是朝鲜族人 那么当年发生了一起什么案子呢 在那天凌晨 住浮动镇省梅田地质公司112队 歹徒啊 抢枪杀人 一共残杀了22个人 那凶手是谁呢 怎么这么心狠手辣呢 作案的呀 是一对兄弟 也不是因为什么大事 就是因为一个谣言 端枪一夜之间就杀害了20多人 这对兄弟呢 一个叫王明芳 一个叫王明超 这王明芳啊 从小到大就喜欢小姨啊 自己的小姨妈 尽管小姨比她大十多岁 尽管小姨也结婚生子了 但是呢 王明芳也不在乎 您各位听到这该说了 啊 还有这事儿 这不乱伦吗 这不没有底线吗 其实说的这小姨啊 不是她妈妈的亲妹妹 是她妈妈一个好朋友 从小王明芳就跟这个人叫小姨 王明芳呢 五九年出生在河龙县浮洞镇 他呀 就出生在地质局的112地质队 他弟弟王明超呢 六二年出生 比他小三岁 王明芳和王明超的父亲呢 身体一直不好 王明芳上初中的时候 赶上这哥俩的父亲住院 母亲呢 跑到县里边医院得照顾他们父亲去啊 那这一下子 这哥俩不就没人管了吗 这孩子还没长大成人呢 自己在家肯定不行啊 于是 王明芳的妈妈就拜托好朋友王女士 照顾一下自己两个儿子 这王女士呢 就住在隔壁 这王女士的丈夫啊 叫李文 这两口子呢 也有俩孩子 因为关系不错 王女士就答应下来了 从这儿起 王明芳啊 就带着弟弟王明超 经常去这王女士家里 那这王女士是谁呢 就是王明芳口中的这个小姨 这小姨呢 也热心肠 对这哥俩呀 也特别的好 就跟亲生儿子似的那么看待 王明芳从初中到高中 基本上天天带着弟弟王明超 待在小姨家里边 而李文呢 因为是地质队的 经常搞地质勘探工作 经常不在家 小姨啊 这日子过得也挺忙活 除了要照顾自己俩孩子之外 还得帮着照顾王明超 王明芳这哥俩 小姨比王明芳大十几岁 但是那时候王明芳 才十几岁的大小伙子嘛 小姨也就是三十岁左右 还年轻呢 长得也漂亮 平时在家里边呢 小姨也不多想 就感觉王明芳 王明超哥俩 这还孩子呢 穿着呀 比较随意 可是他拿王明芳当孩子看待 但王明芳自己可不拿自己当孩子呀 毕竟是中学生了 男男女女那点事情啊 也了解的差不多了 进入青春期了 已经有了性意识了 看到小姨这么漂亮的女人 这么成熟的风韵 哎呦 莫名其妙的就有一股吸引力 所以不知不觉的 王明芳就喜欢上了小姨 青春期的小孩 对于漂亮的成年女性 有点性幻想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 对吧 但这种摆不上桌面的这种思想啊 一般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也就没了 荡然无存了 可是这王明芳不是这样 79年的时候 20岁了 高中毕业了 那年头也不讲究上什么大学 高中毕业也能找着工作 参加工作之后啊 对小姨那一份不太正常的情感啊 越来越浓烈 对小姨还是念念不忘 不过呢 也没表白过一直藏心里头 毕竟小姨有家有事有孩子的 王明芳毕业之后 也是在112地质队上工作 每天工作内容呢 就是野外勘测 辛苦嘛 倒是挺辛苦 但在那年头 这绝对是一份好工作呀 最起码是铁饭碗呢 每个月汉烙饱收 收入也还算可以 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 终于领到了第一份薪水 拿着工资了 王明芳高兴得不得了 就来到了小姨家里边 小姨啊 一直拿王明芳当自己孩子 看待啊 从小看到大的 眼瞅着这大小伙子长大成人了 也很欣慰 这时候的王明芳啊 个子已经比小姨 高了好多了 高出去一头 王明芳一来 小姨热情的招待她 不过当时啊 李文并不在家 因为李文也是干这野外勘测的嘛 小姨呢 为了招待王明芳 炒了好几个菜 还拎了一瓶酒过来 王明芳也不拿自己当外人 从小在小姨家长起来的呀 又吃的喝的那叫一个痛快呀 就在这期间 王明芳酒越喝越多 这酒劲可就上来了 看向小姨的眼神啊 就变得有点不对劲了 而小姨呢 也喝了点酒 要按往常啊 小姨哪怕看出点什么来 也不会明说 但喝了点酒 这酒劲也上来了 没忍住 就跟王明芳说 你老看我干什么呀 喝酒啊 王明芳呢 决定也不藏着掖着了 我表白吧 蹭蹭一下站起来了 红着脸就跟小姨说 小姨我喜欢你 这句话在王明芳的心里 这些年不知道自言自语了多少回了 这回终于借酒劲说出来了 可这话一说 小姨当时就愣那了 小芳啊 你胡说什么呢 你喝多了你 小姨 我没喝多 我真喜欢你 说完了哭蹭一下 就跪在了小姨面前 俩手啊 就扶住了小姨的膝盖 又在那接着表白 小姨这一下可就急了 一把把她推开了 小芳 你干嘛呢 你别说这种话 你喝多了 你快走吧 以后别来我们家了 你这孩子 怎么变成这样了呀 是啊 对于小姨来说 哪接受得了啊 一边说着 一边把王明芳 就推出家门了 那小姨能就此摆脱 王明芳的纠缠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王明芳借着酒劲 哭腾给小姨跪下了 跟小姨表白了 给小姨气够呛 把这王明芳 就赶出了家门 对于王明芳来说呢 说出来之后 哎呦 这心里边啊 也舒坦了 也祸量了 离开小姨家 确实再也没来过 这一走 两年的功夫 一趟没去过小姨家门 平时呢 跟小姨 也轻易见不着面 一转眼 到了81年 2月5号 这是大年初一 尽管这两年 王明芳没去过小姨家 但是毕竟过年了呀 毕竟自己跟小姨 还是有感情的呀 两年的功夫 之前那些尴尬的事情 可能在俩人心里 也风消云散了吧 王明芳呢 拉着弟弟王明超 大中午的拎着礼物 就去小姨家拜年去了 小姨一看 这哥俩来了 也挺开心 两年时间过去了 小姨呀 也不记恨王明芳 挺高兴 当时呢 李文 还是没在家 你看 一到这关键时刻 小姨的丈夫李文啊 就是不在家 这小姨呀 热情的烧了一桌子菜 款待哥俩 又拎出来了一瓶好酒 这顿饭吃的也挺好 因为王明超在那儿 王明芳呢 也就没提两年的事 当然了 毕竟过去两年了 这尴尬事还提他干嘛呀 吃完饭之后 哥俩就准备回家了 小姨呢 把哥俩送到了院子门口 王明超啊 走得比较快 哭腾腾的 往门外就走出去了好几十米 而王明芳没跟着走 还在院子门口跟小姨说话呢 这回这王明芳又喝了点酒 前两年那教训呢 又记不住了 直愣愣的就跟小姨说 小姨 都过去两年了 我还是喜欢你 你跟李叔离婚 你嫁给我吧 小姨一听 这孩子没完了呀 一板脸 小方 你怎么又这样啊 而王明芳 这回特别激动 一把 把小姨的手就给抓住了 小姨一下子就挣脱了 但是 王明芳现在人高马大的 想挣脱挣脱不了 就在俩人抓手的时候 隔壁院子门口走出来几个人 这几家人呢 也都是地质队的 有老李家的人 有老冯家的人 还有老张家和老周家的人 这四家人呢 平时关系不错 过年了凑一块打麻将呢 刚打完麻将 这一出来 正好就看见王明芳 抓着王女士的手呢 王明芳一看 从隔壁出来这么一大帮子人 赶紧把小姨的手就松开了 而小姨也不好意思啊 脸蹭蹚就红了 头也不回跑回屋里了 王明芳追上了王明超 哥俩灰头土脸的回家去了 可是这一幕 毕竟让那几家人给看见了呀 过了没几天 这事啊 在整个地质队可就传开了 传的是沸沸扬扬 大伙呢 添油加醋 本来就是抓着手 对吧 咱们也说了 王明芳抓手 小姨啊 这手往外边撤 可是 你家一句 我家一句 最后可不是抓手了 有的说呀 哎呦知道吗 当时俩人抱上了 还有的说了 哎呦 俩人在那接吻呢 更有人说了 俩人呢 勾搭上了 俩人 早发生过关系了 传到最后啊 整个地质队的人 都知道这事了 还就是王女士的丈夫李文 不知道这事啊 这心也大 再加上平时出去呀 工作也忙 地质队里边啊 有不少女同志 跟王女士关系不错 这也算是好闺蜜 还劝王女士呢 哎 你怎么跟王明芳 那个孩子搞上了呀 这让李文知道了 不得出人命啊 你赶紧跟王明芳分手吧 这小姨一听 也很尴尬呀 我什么时候就跟她搞上了 啊 怎么就传成这样了 但是小姨心里边害怕 尽管自己跟王明芳 什么关系也没有 自己更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但是 她知道自己丈夫李文 脾气很火爆 如果真让李文听别人说了这件事 还不知道后边会发生什么呢 干脆我主动跟她说吧 她呢 就把这事来龙去脉 告诉了李文 这李文听完以后 那个生气呀 小兔崽子啊 是人吗 从小吃我家 喝我家的 怎么长大了 还惦记上我老婆了呀 我说咱们这几天 别的同事看我眼神不对劲呢 于是 李文怒火之下 冲到王明芳家里 就要找王明芳算账 到了王明芳家门口 这李文也没好气了 棒当一脚把门就踹开了 可进去这么一看 没人 王明芳不在家 只有他弟弟王明超在家呢 王明芳也早听说那些谣言了 他也有不少对上的朋友啊 我说明超 你哥 跟王阿姨搞上了 行啊 你哥 这小子呀 王明超 再一看这李文这样子 一下子就明白了 李文态度挺不好 你哥呢 王明超一看李文这样 态度也不好 他心里边还是维护自己的哥哥呀 不在家 你想干嘛呀 李文一听不在家 也没大理王明超 转身就要走 但这时候王明芳从外边回来了 俩人正好来了个脸对脸 接下来就是贴脸开大的时间了呀 李文看见王明芳冲上去 指着他鼻子这一顿骂呀 什么难听骂什么呀 然后啊 直接一拳头 就怼在了王明芳的鼻子上 当时王明芳的鼻血扑呲就喷出来了 打的他是晕头转向 王明芳呢 也心虚 他知道是因为什么事 也不敢还手 就让李文打他 李文呢 确实也在气头上 把王明芳打倒在地之后 这还没完呢 穿着皮鞋 这一顿踢他呀 再说王明芳吧 就在旁边看着自己哥哥挨打 那不行啊 我哥不能这么受欺负啊 就想上去拦住李文 但李文呢 还真厉害 毕竟经常搞野外工作的体格子好 一脚把王明超给踹出去了 王明超再想上前 已经上不去了 得亏地支队 都是家挨家 互挨户 这边这么大动静 邻居们都听见了 赶紧跑过来 把李文拉开 这才算完事 王明芳 会这么善罢甘休吗 就白挨这顿打吗 接下来还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李文冲到王明芳家里 把王明芳这一顿打呀 打得跟踩过似的 后来呀 是听到动静的邻居们 过来拉着这李文 这才把他给拉开 再说王明芳 尽管没还手 尽管挨了这么一顿打 但是他心里边 他肯定生气啊 大过年的 差点让人打个半死啊 这要是别人 王明芳肯定不会受这份气 但这是我最爱的小姨的丈夫 换句话来说 这是我小姨父 我怎么还手啊 等李文走了 哥俩就待在屋里头 这个气呀 满腔的怒火 满肚子的气 可没处仨去呀 王明昭啊 最后气的直接 跑到地质队的保卫科 找到科长老谢 把这事给说了 那什么 李文去我家 打我哥了 往死里打我哥 你们管不管呢 老谢也知道为什么 这事啊 在这地质队里边 这都不是新闻了 大伙谁都知道 而且这老谢呢 跟李文关系不错 他也替李文 感到生气 感到愤怒 也打心里边 看不上王明芳这小子 听王明昭一说 老谢还气不打一处来呢 你光说李文打你哥 你怎么不想想你哥干了什么呀 你说你们哥俩 经常在任李文家里边待着 你们小姨对你们多好啊 你看你哥干的什么呀 任李文打你哥 打错了吗 别说李文打你哥了 换我我也打呀 王明昭一听 行啊 老谢你就是干这个事的 你就是保卫科科长 你不打算管这事了 是吧 合着我们哥俩就白挨打了 老谢呀 也不理他这茬 我没法管 实在不行 你们去公安局告状去吧 王明昭 这又弄一肚子气 上一肚子气还没泄出去呢 这又来一肚子气 气呼呼的回到家 把老谢的话就说给了王明方听 王明昭又接着说了一句 我说哥 你要说回来 你这事啊 连我的同学朋友们都知道了 大家都说你不是个人 王明方 又何尝没听到这些流言蜚语呢 自己的名声是臭到底了呀 哥俩呀 在这儿是越说越委屈 越说越郁闷 这事怎么就传成这样了呀 我是喜欢小姨 但他们说什么 我跟小姨接吻 我跟小姨怎么睡到床上去 那不胡说八道吗 说来说去 又想起来了 当时看到他拉住小姨手那一幕的 那四家人 老冯家 老李家 老张家 老周家 都是他们吃饱撑的 没事干啊 要不是他们在那胡说八道 至于传成这样吗 王明方当时跟王明超就说了 这帮人呢 一个也别火 可我一个人 我也弄不死他们 明超 你得帮我 王明超从小跟哥哥一起长起来的 兄弟俩关系可好了 感情可深了 看哥哥受这么大委屈 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接下来哥俩就又开始琢磨着 想弄死四家人 谈何容易呀 那么多人怎么杀呀 啊 咱俩冲进去 你顶多弄死一个俩的 剩下还不让人把咱给生吞活泼来呀 咱们哪赤手空拳的 是肯定没洗 咱们得搞把枪过来 可怎么搞枪呢 哥俩可就动起歪脑筋来了 最终啊 决定把目标放在老徐身上 那这老徐又是干嘛的呢 是保卫科专门管枪库的 把老徐给收拾了 要枪要子弹 那不都有吗 哥俩就琢磨着 把老徐绑了 把钥匙拿了 打开枪库 枪子弹拿到手 咱就开始收拾那四家人去 八一年二月十七号晚上八点来钟 哥俩带着斧子 带着匕首去老徐家了 老徐一看见哥俩来了 你俩干嘛呀 有什么事啊 王明方就说了 徐说 我家里被人偷了 你是保卫科的 你得去看看去 老徐一听 我说明方啊 我就是个管枪库的 你找我说这事没用啊 我也管不了啊 你们俩呀 去找老谢去 徐说 我们找过谢叔了 谢叔呢 让你先去我们家看看 他家里边有人 待会就过去 老徐就当真了呀 这么回事啊 毕竟那年头也没手机啊 也没电话啊 没办法第一时间核实 既然领导都同意了 那我就去吧 其实也挺不愿意的 本来在家 待得好好的晚上八点了 大冷天的 哎 穿上大衣 戴上大棉帽子 跟着哥俩就出去了 老徐跟王明方走在前边 王明超走在后边 走着走着 来到一段比较偏僻的路段 这时候王明超不是在后边的吗 掏出来斧子 趁着老徐不注意 朝着老徐后脑勺 啪就是一斧子 但这是王明超第一回砸人的 原来没干过这事啊 毕竟心虚 用的劲没那么大 再加上老徐还戴着棉帽子呢 这一斧子下去啊 老徐没被打晕 回过头来 嗯 看了一眼王明超 王明超一看好家伙 他 他 他怎么没事啊 掏出刀子来 朝着老徐的胸口 啪刺 就捅了进去 老徐还没反应过来呢 满眼震惊 满脸的问号啊 看着王明超 直愣愣哭通 就倒下去了 哥俩 赶紧翻老徐的身上找枪库钥匙 但找半天也没找着 钥匙没找着 倒有意外发现 在老徐身上啊 找到了一支五一式手枪 哥俩把枪拿过来 打开一看 枪里边有两颗子弹 枪套上还有四颗子弹 一共是六颗子弹 这时候哥俩一和解 不够啊 四家人 最起码二十来口子 六发子弹 拿到哪啊 咱也没打过枪 再打偏几发 那咱还是得让他们 生吞活泼了呀 不行还得抢 可这时候啊 老徐还没死呢 哥俩呢 把老徐抬着 扔进了旁边的汗厕里边 也没扔坑里 老徐最终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把老徐处理完之后 哥俩直奔保卫科 这时候保卫科的老张 在值班呢 老张也无聊啊 那时候也没电视看 天一黑也没什么事了 早早的就上床睡觉呗 这时候听见有人砸门 起来之后把门一打开 看见王明方哥俩了 我说大过年的 你俩干嘛呢 面对着王明方哥俩 这杀人恶魔 这老张能逃得一死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王明方 王明超哥俩 来找老张 大冬天的 这值班也没什么事 也没有消遣娱乐方式 早早睡觉呗 咱咱咱敲门 老张啊 一听见敲门声 床上就起来了 一开门 见是王明方 王明超 哎呀 大晚上的 你们干嘛呢 这时候 这时候王明方 话都没说 一掏枪 就顶住了老张的头 把老张就逼到屋里了 老张当时都愣了 怎么的 让枪顶着 也不敢说话 也不敢动 王明方 直接开门见山 就问他 枪库钥匙在哪呢 拿出来 老张不敢不拿 从抽屉里边 乖乖拿出来了 枪库的钥匙 哥俩呢 把老张就捆上了 嘴上塞上了毛巾 王明方 嘱咐王明超 看着老张 我呀 去仓库拿枪去 到枪库那 拿钥匙 把锁 卡榻一下 打开 一推门 自压进去了 这里边 怎么这么乱呢 这不是枪库吗 按想象 一拍枪 一拍炮 怎么这 这里边 跟废品回收战似的 什么玩意儿都有啊 什么旧衣服啊 破报纸啊 柜子还那么多 哪放着枪呢呀 王明方 这一顿乱翻呢 翻了半天 也没找着 这时候啊 王明超等的就着急了 他怕耽误事啊 再一看 这老张 捆的也挺结实 跑不了 那我找我哥去吧 一开门就出去了 哎 王明超前脚刚出去 这老张啊 还真给挣脱了 王明超以为捆的结实 其实捆的没那么结实 老张挣脱之后 干嘛呀 去拦王明方 王明超去 那不找死吗 赶紧跑吧 拉开门就往外跑 但跑错路了 朝着锅炉房那边跑过去了 锅炉房那边亮着灯呢 跑进去之后 里边有个烧锅炉的 王明超也看见了 老张跑了呀 哥俩也顾不上找枪了 不能让他跑啊 让他跑了 一会儿这全地支队的都知道了 哥俩撒开腿 就追老张 就追到了锅炉房 那边有个锅炉宫 手里边就有根铁棍 王明方手里边有枪啊 那这铁棍子 他哪打得过枪啊 哥俩呀 都没往他们跟前去 掏出枪来 砰砰两枪 把那锅炉宫就给打死了 老张在旁边吓得哭腾一下子 就瘫倒在地上了 但哥俩呢 没有打死老张 因为这时候还没找着枪呢 老张知道哪有枪啊 得让他帮忙啊 带着老张来到枪库 找到了一支半自动步枪 还有一百二十发子弹 有了一百二十发子弹 想灭掉那四家人 这就不是难事了呀 于是呢 拿着枪拿着子弹 就准备走 临走临走的时候 还放了一把火 把枪库烧了一个干干净净 寸草不生 再走的时候 就不能带着老张了 这碍事啊 于是王明超拿斧头 把老张就砍倒在那了 现在有了枪了 王明方啊 不愿意让弟弟再冒险了 让王明超回去 明超 你回家去 接下来 有我一个人就够了 凡事看见咱们抢枪的 全都让咱们弄死了 这事啊 我一个人扛着 查不到你身上 王明超啊 这时候跟自己的哥哥 是撒泪告别呀 可是哥俩哪想到啊 那一斧子呀 没砍死老张 老张醒过来之后 爬了出来 被人发现了 这老张后来就成了指证 王明超的重要证人 打发走了王明超之后 王明方拿着枪 还不是一把呀 两把一把手枪 一把半自动步枪 先去了保卫科科长老谢家 因为老谢当时不帮他呀 咚咚咚敲门 老谢把门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 王明方二话不说 棒的一枪 把老谢就打死了 随后在老谢身上 又抢了一把五四式手枪 和十发子弹 现在等于王明方身上 三把枪 一百三十多发子弹 随后王明方 进了老谢的家 隔着玻璃窗户 又把老谢的媳妇打死了 老谢家算是灭完了 紧跟着王明方 到了小姨家 您各位该说了 那这王明方不是喜欢小姨吗 那他舍得杀小姨呀 他不打算杀小姨 他是想杀死小姨父 想把李文给宰了 不过刚到小姨家门口 就看见了老张 哪个老张呢 之前咱们不说过吗 那天打麻将出来四家人 有一个人就是老张家的 看见老张啊 带着闺女往隔壁走呢 那天看见王明方 拉着小姨手的就有这老张啊 肯定他也嚼舌头跟子了呀 于是举起枪来就打 把老张打死了 老张的闺女当时自拉一叫 玩命的跑啊 两条腿哪跑得过子弹呢 王明方追上去 砰砰两枪 又打死了老张的女儿 这父女俩死了 接下来还是打算去找李文杀李文 但是刚才这枪声响了呀 李文听见了呀 随后披上衣服出来 就想看看怎么回事 这一出来 跟王明方又来了个脸对脸 这回啊 是给了王明方贴脸开大的机会了呀 李文还没说话呢 王明方举起枪来 对着他可就抠动了 搬起 为什么是 不是砰 掐壳了呀 子弹呢 没打出来 李文这时候反应过来了 王明方也反应过来了 赶紧换枪吧 李文呢 在他换枪之前 转身跑到屋里 招呼老婆孩子赶紧跑 他是跟老婆孩子喊了一声 但没等他老婆孩子呀 自己打开后窗户 先跳出去了 小姨的孩子 紧跟着也跳出去了 再说这王明方吧 步枪卡了壳了 直接把步枪往地上一扔 掏出手枪就冲过去了 把李文家的门一脚踹开了 正好看见有人跳窗户 直接砰的一枪 可这一枪打的不是李文 是李文的大儿子 得亏这一枪没打中要害 打中了李文大儿子的胳膊 这时候王明方冲上去 一看呀 打错了 哎呀打错人了 想打的那人给跑了 王明方也跳上窗户 跳到窗户那边 往外这么一看 哪还有李文的身影啊 再说小姨还没跑呢 还在家里边呢 小姨吓坏了 怕王明方杀掉自己的儿子 就拦在了儿子身子前面 这时候王明方拿枪指着小姨 王明方会对小姨下手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王明方开枪 打伤了小姨的儿子 就在这时候 小姨两步就冲了上去 拦在了儿子身前 王明方就拿枪指着小姨 但是他爱小姨啊 喜欢小姨啊 在那愣了半天 也没舍得抠动扳机 最终啊 王明方一转身就走了 走到院子里边 把那把卡壳的半自动步枪 捡起来 子弹退掉 重新上堂 出了院子之后 来到街上 刚才这枪一响 老冯两口子也惊醒了 出门想看看 嘿 跟王明方 还是来了个脸对脸 王明方一看 我今天倒挺顺利啊 这都是自动送上门的呀 抬枪就打 朝着俩人后背 直接打打打打打打打 一梭子子弹就打完了 俩人呢 都被打成筛子眼了 这时候老冯家女儿 跑了出来 王明方一枪就打死了 之后呢 又来到老李家 老李家五口人 一踹门进去 五个人 谁都没来得及跑 都死在了王明方的枪下 现在老张家 老冯家 老李家 这都灭门完了 接下来就是老周家了 老周家呀 老小六口 也都被灭了门了 但是 这枪声这么大动静 把邻居们都给惊醒过来了 接上一堆人可就围过来了 王明方从老周家一出来 哟 你们想拦我呀 谁拦我 谁就甭活了 拿着枪 对着人群 随意的打了几枪 然后就跑了 五点四十分左右 王明方啊 趁着大伙乱作一团的这个机会 窜到了队里的汽车库 把已经发动的一辆解放牌汽车 就开了出来 横冲直撞的 冲着头盗方向 就开了过去 这起案件发生之后 首先接到报案的 是河龙县公安局浮动镇派出所和头盗镇派出所 把这俩派出所的民警和领导都给吓坏了 这起惨案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沿边地区从所未有过的惨案 一时之间呢 震惊全省震惊全国 两个派出所呢 立刻派人前追后赌 一场惊心动魄的追捕行动就开始了 浮动派出所啊 是5点50分 接到报警的 报案电话里说 今天凌晨 112队驻地 发生了抢枪杀人纵火案 凶手王明芳携带枪支弹药 凌晨5点40分 偷开汽车 沿着公路向北逃窜 发生了这样的大案要案 所长立刻作出决定 追 这所长呢姓尹 大伙一阵紧张忙碌之后 这人才集合好了 枪啊也准备好了 但现在又犯了难了 怎么呢 这王明芳是开着车走的 但在那个年代 对于一个派出所来说 咱拿什么追呀 别说警车了 连摩托车也没有啊 那怎么办呢 咱跑着追 跑着那也追不上汽车呀 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到路边 拦这些过往的车辆 可是那年头路上 哪有几辆车呀 等了半天 终于等来一辆解放牌卡车 这民警们呢 赶紧窜上车去 等他们离开所里的时候 向案发现场出发的时候 已经是六点十五分了 时间过去了二十五分钟 各位 二十五分钟啊 王明芳开着车 二十五分钟 能走出去老远了 并且就在这一段时间里 王明芳又杀害了两名 无辜的群众 他不开车跑着呢吗 怎么又杀人了呢 咱们再来说王明芳这头 把车偷出来开着 不是逃离案发现场了吗 但是啊 那辆车没加水 过去的汽车 哪有现在质量好啊 开着开着 车里边水温过高 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 开了锅了 开不了了 到了浮动镇东新三队的时候 说什么也动不了 给王明芳愁的呀 这车开不了了 一会儿不就追上我了吗 正好这时候啊 又有一辆车迎面开了过来 王明芳一招手 把车拦住了 人司机问他呀 你干什么的呀 王明芳说呀 我是112队的武装部长 队里边来了特务了 杀人放火 搁电话线 我得到头盗去报案 这司机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还在那儿犹豫着呢 王明芳一开门就进了车了 司机还是有所怀疑呀 让王明芳把证件拿出来看看 你说你是武装部长不行啊 这王明芳呢 应了一声啊 我找找啊 装模作样的 就在身上四处穴吗 哪有证件呢 其实啊 他是掏枪去了 啪的一下 把手枪掏了出来 不是要证件吗 这就是证件 说着这枪口对准了司机 逼着司机调头往北开 司机呀 也挺聪明 他说这车呀 有毛病 开不快 这王明芳呢 也不会开这外国进口车 只能下来准备再接一辆车 到了东新一队 迎面开过来一辆解放牌汽车 王明芳下去接车去了 人这辆车的司机呀 趁这个机会赶紧就跑了 这回接的这辆解放牌卡车 是河龙县浮动酒厂的车 司机呢 姓刘 这刘师傅啊 还认识王明芳 都是这一块的人嘛 一看王明芳 怎么手里还有枪呢 怎么还接车呀 知道事情不好 这刘师傅呢 也是非常正义的 一点也不担心害怕 骂了一句 下车就要夺王明芳的枪 但赤手空拳 哪斗得过这带枪的呀 王明芳一枪 就把刘师傅 打倒在了驾驶舱里面 随后把刘师傅拽出车外 又补了一枪 在这辆车旁边啊 有一个饲养牲畜的大棚 哎 这时候大棚里边工作的一个社员 听见枪声了 赶过来就问怎么回事啊 王明芳一看 你这不来找死吗 啪的一枪 把这社员又打倒在地 就这么着 这两名无辜群众 惨死在王明芳的枪下 王明芳上车之后 哎 也没把车发动起来 我怎么倒了血没了呀 我开哪辆车 哪辆车开不了啊 得了吧 别等着了 我还是赶紧跑步前进吧 就这么着 王明芳啊 靠着两条腿 继续向北逃窜 王明芳 能不能摆脱警方的追捕 他会逃往哪去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王明芳